调高最低工资的浪潮正在全国兴起 旧金山市长李孟贤今天也在劳工和商界团体的支持之下 宣布了将会把调高最低时薪的提案纳入今年11月份的公投 如果获得选民的通过的话 到2018年7月1号 旧金山的最低时薪将会升到15块钱 新早记者姚善恒 李娜的报道 有多个劳工团体商会非牟利机构组成的最低工资工作小组 经过连月来的角力后 终于达成共识 旧金山市长李孟贤今天公布喜讯 将在11月选举中交给选民一个获得各界支持的最低工资提案 面对房租物价近年来急剧飙升 旧金山贫富悬殊的情况日趋严重 市长李孟贤说提高最低时薪势在必行 提案将会逐步调高旧金山的最低时薪 先在明年5月1日提高至12.25元 然后在2016年7月1日升至13元 2017年7月1日升至14元 到2018年升至15元 一众市参事劳工团体和商会代表都参加了记者会 呼吁选民支持该项提案 新岛记者姚善恒李纳报道